欢迎收看关键的许可 我们今天曾经谈过的是 现在中国的地方财政非常的吃紧 因为过去中国的地方财政干嘛 我是靠着卖土地 我是靠着开发 我才有大笔大笔的预算 大笔大笔的现金 可是现在因为COVID-19的 这个所谓的停滞 还有我要花很多的钱 去要做这个核酸检测的 比我钱进来的少 我支出的多 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 几乎处于崩溃的状况 而这个崩溃状况出在什么 广西 广西有一个公安 广西的公安厅 竟然欠缴200万的电费 差一点被断电 这是欠费停电通知书 这是南陵供电局 而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公安厅 你很难想象吗 一个公安厅竟然因为没有钱 可以缴电费 因为没有钱缴电费 现在这个供电处 居然把你给断电 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太难看了 难看到中国觉得太没面子了 然后这个所有的民众开始骂 骂了以后 才开始把这个钱给缴了 缴了就解决问题吗 没有 现在看到了东北 东北现在有很多地方 公交车根本不发了 因为我根本没有钱来发车 我没有油 我也没有钱给这些司机 之前不是讲那个白法革命 白法革命也是因为我没有钱了 你的所有的这个保费 很多的点补助款 我也不能给你了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 现在中国是慢慢的在控制这些问题 还是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爆发 而中国如果这些地方财政的问题 一个一个爆发 中国能够应付得了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黄远翰 也将我们的讨论 我看你好 小哲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正好 刚刚讲这也太夸张了吧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公安厅 公安厅位高权重 这样的地方 你居然连200万的电费 你都缴不起 200万的电费缴不起 这被短电了耶 对 中国现在千疮百孔 公安厅可以缴不起电费 医疗保险可能要破产 公车可能要停死 甚至连北大方正 北大成立的企业 都要进入到破产程序 就跟清华紫光并列的 北大方正 对 都要进入到破产重整程序 这真的非常夸张 我先跟他讲 广西的这个公安厅是怎样 因为呢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公安厅 他收了一个公文 这个公文是谁给的 是南陵贡电局给的公文 这公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他说贵局 截至2023年2月24起 欠了我多少钱呢 48万3848元 然后呢 你如果不还的话 我会在2月27号停止供电 这多难看 真的停止供电 对 这多难看 一个公安局 在2月27号被停止供电 能看吗 公安局停电 结果呢 这事情闹到网路上 然后网路上 赶快摸摸鼻子 把他钱搅了 可是问题是 大家也有没搅过电 或是漏搅过电 我想请问 会这么快 就把这个电减掉吗 因为广西公安局 现在说的事情是 不好意思 我1月忘记缴 所以我2月赶快补缴 可是问题是 电费1两个月忘记缴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快 拉闸限电的 对不对 通常都两三个月 才会有可能 会真的要减你电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他其实在去年开始 就已经没缴电费了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南陵供电局 穷到不能让你拖一个月的电费 不管是警察局穷 还是南陵供电局穷 不是 老婆你是垒犯了 对 或者是你是垒犯 动不动 所以无论从什么状况 这个东西闹出去都很难看 对不对 难怪在中国网路炸锅 对 中国网路炸锅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医保账户 医保账户 中国原本有白纸革命 叫做白法革命 中国老人家炸锅 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医疗保险之后 蛮特别的 它会有一部分自己的资金 跟雇主的资金一起提拨 提拨前 一部分会汇到你的个人账户 当作你实质看医院的补贴 另外一部分汇到医疗基金里面 结果既然前一阵子 有一个专家在中国的官媒上面写 你账户里的钱不是你的钱 他说什么叫你账户里的钱 我账户里的钱不是我的钱 他说中国要改医疗保险制度 未来不汇钱给你的 把这些钱全部统一汇到医疗基金里面 可是对于中国那些老人家来说 这是我实质的补贴 我实质补贴你会到医疗基金里面 请问我未来用不用得到是两说 我居然有医疗基金我去医院 我看不到挂号我也没办法 更者事情是什么 他要取消大概将近几百到上千个 原本医疗要补助的药材 所以换句话说 中国现在想这些钱 已经从老人家手里去拿钱了 那老人家 所以他这样想方设法去挖钱了 对 所以老人家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自白子革命之后 出来这个白法革命 另外一个这是最扯的 河南桑丘的公车 你看不含亏损停运 这是桑丘公交车的公告 这公告写得多肉骨 他说目前我们的公司亏损严重 有多严重 第一个员工工资发不出来 第二个社保金钱付不出来 第三个车辆充电费发不出来 第四个车辆的保险金没钱购买 所以决定了2023年3月1号 桑丘是没有公车了 不好意思大家不搭公车 所以这个公车发不出来 已经在扩散当中 我们之前讲它是在黑龙江 后来在吉林 现在跑到河南 桑丘都没有钱了 而且这个我们特别去检验到 有多少地方 第一个有黑龙江 有辽宁 有河南 有广东 陕西非常多地方都有公车 没办法发动 我一个跟大家念 黑龙江是之前2月12号 黑龙江墨河公交车 有说我们真的没钱了 所以我2月15号要停 然后辽宁的葫芦岛建昌县 也说我要停运两个月 因为我欠了员工半年的工资 广州省1月中旬也有停运 河南省也有停运 陕西渔林的市定公车 2月17号之前也停运 那中国公车停运 不是单一个案 是这个结构性的个案 而且每一个停运都讲 我第一个 我发不出薪水 第二个 我加不起油 第三个 我车辆保险出不来 第四个 我车辆充电肺幅不出来 不是你知道这种事情 最怕是搞群众运动 咱们讲法不折纣 如果你只有一个 我还好处理 如果今天黑龙江出来 我不处理 辽宁出来 我不处理 今天的贵州出来 我不处理 今天河南商丘 所以我也不处理 大家就跟着干了 所以胡锡进讲 原来 因为你的公交车 中央是有补助的 中央车现在这个补助不给了 中央不给了 大家就串联 跟中央来讨钱 对 这叫做停运系 就是原本中央是有补助你的 那我现在不补助了 那对我地方的公交车来说 我没补助 我付出了 我就两手一摊 而且我不是两手一摊 我还发公告 让全中国的网友讨论 让你中央丢脸 但你请问你要不要给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胡锡进讲的停运系 可是要问根本问题 非常假的 现在第一个 刚才今天出来的 你现在电费缴不起了 你的保费缴不起了 你的公交车 你对你说 我的补助你的交通 也给不起了 对 那到底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原来中国超多 至少一半以上 中国地方政府的财务率 超过预警红线 特别有媒体 把这个 这个所谓 中国各省份的 这个债务率 把它划出来 我跟大家报告 你只要是红色以上 就债务率超过120%的 你看蓝色是健康的 你看全中国只有江苏上海 浙江广东 陕西 零下四川 清海还有北京 是债务是健康的 其他 从吉林到广西到湖南 到贵州到重庆 直辖市到内蒙新庄新庄 河北安徽河南 全部都出大事 每一个债务率都是160 200 甚至最惨叫做天津 天津这个海港城市 它的债务率300% 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天津是金城门户 所有好的东西 都是天津最洋化的地方 不好意思 你现在债务率是300% 它跟什么 跟辽宁吉林一样惨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 如果连天津都这样子的话 请问你要怎么搞 而且这么多债务 它慢慢加起来 官方不是我们在屋里面 中国 中国官方统计 2002年地方债 偿还付本息 还有利息的规模 要到3.9兆人民币 16兆台币 16兆台币 对 但是中国债务不是一直那么惨 2018年时候 中国的债务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你要知道 这几年 中国债务是增加了三倍以上 所以整个中国内部 是出现非常非常夸张的 好 我们现在讲了 中国内部缺钱 所以既然有缺钱 就想办法从其他地方 可以抠钱出来 对不对 结果他们怎么抠钱 竟然开公务人员罚单 什么叫开公务人员罚单 这个是在网络上 特别踢爆出来的一个事件 什么意思 他是公务人员 他在2020年年中的时候 他们那个单位 忽然有很多纪委的人过来 纪委的人过来 一般来说你要抓走双开 对不对 纪委就过来说 没有 你看李正浩 刘宝贤 杨慧生 你们 我抓到你们有兼差的事实 他完蛋挫赤 那我还被双规呢 罚单 好不要担心 罚单 缴罚款就好 他想说那应该是来抠钱的嘛 每个人就认罪不会 想说我缴个钱就没事 结果你知道吗 既然平均一个人要缴多少钱 缴60万到70万 人民币的罚款 这已经是公然在练财了吧 几百万 对啊几百万 你还是把我抓走算了嘛 当然硬着头皮交 惨的还有交到一百万 而且那也很两光 纪姐我就说 好啦你也不用给我 你就直接把这个钱 汇到公共的账户里面 拿汇款单来我这边积案 你这是公然在练财 我家没钱了 在公园勒索 对 然后他那个市 后来大家统计统计 他不知道那个市的勾勒 被罚多少钱 罚了25亿人民币 罚了100多亿台币 怕死人 所以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他们这样子就是 左手进右手出发 最夸张是什么 我真的没有想过 中国最牛洋气破产 北大方正集团 被批准进入破产程序 北大方正很大吗 清华紫光北大方正 这两间学校装饰 装饰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嘛 北大还有清华 都是中国最一流的学生 进入到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些最一流的学生 其实在学生念书时代 就有一些非常好的idea 或非常前段技术 那那个时候的国家都这样讲 那很简单嘛 你就去创业 我北大就投资你 我北大投资你 就是最一流的学生 拿最好基础 拿我国家最多资金赞助你 我就变成一个控股机 控股 控股公司嘛 北大方正过去 在中国百强企业 北大方正是全中国第五名 现在破产 这件事情是很夸张的 他怎么这么说 你这不是让北大很丢脸吗 2018年统计 北大方正有3.8万员工 资产是3600亿人民币 一兆多台币 这么大的东西 你看既然出现这个东西 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北大方正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破产的复批 换句话说 是北大方正集团 向中国银保监会 去希望说 我要进入到破产程序 结果他说什么 原则同意 北大方正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进入破产程序 公司要按照法规 展开后续工作 如意重大情况 向银保监会报告 可是北大方正 是中国半导体的 非常重要的一员 就是被制裁了 因为北大方正里面 有个叫做方正微电子 方正微电子 有两条6英寸的 晶片生产线 当然不是很好的技术 可是问题是 它一年年产 60万片 可是问题是 现在北大方正 它创投有很多IC设计 IC制造的地方 可是拍摄 你晶片全部被制裁了 所以你在电子信息 100强名单里面 排第6名 可是问题是 你被制裁之后 你一样没有 所以中国现在是千疮排控 现在最流血 广西的人 是干嘛 偷渡到越南去打工 中国去越南打工 对 完全乱的套 因为过去是越南人 去中国打工 然后那些铁丝网的 反而是越南的越境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是一群中国人干嘛 隔着铁丝网 与在越南工作的亲友会面 很多壮年的 年纪大的 就翻过去 去越南去工作 然后呢 所以以前这个铁丝网 就防止越南过来 现在就防止中国人过来 然后现在防不防就防在 两边这样子探亲了 我跟你讲以前是这样 以前是越南人在两边 然后看我越南年轻人 在中国去看 留在越南的老人家 跟我的小孩 现在整个反过来 是中国人在越南 隔着铁丝网 看到留在中国的老人家 跟小朋友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 中国人 涌向越南打工 所以连这件事情呢 在中国也发生 所以真的不可思议 好 维承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是碧桂园 碧桂园在广西的一个商场 一个商场 它根本 它是每天的营业额 只有几块钱 从这可以看出来 我们正讲 因为地方政府 最大的税收来自 来自房地产 如果我的房地产不好 我在整个说 地方政府税收就不好 那我不但是 地方政府的税收不好 我还要付一堆钱 去做COVID-19的筛减 这样子一进一出 就真的 把中国的地方政府 给拖垮了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非常夸张 它这一个 可以说是全中国西南 最大一个商场 是碧桂园 投资600亿人民币 去打造出来 面积相当于 1400个足球场 里面总共有 15000家商店 结果你知道吗 从农历春节之后 每家店的业绩 平均下来只有 7.8块人民币 7.8块 而且他说 这个7.8块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成长40% 所以你不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吗 你怎么 而且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是你7.8块 你的水电都不够 当然不够 而且他就说 整个24天的一个商场的活动 所创造出来的总营收 是283万人民币 那刚刚不是讲吗 总共有1.5万个 这个商店在里面 所以换说起来 这是很荒谬的一个情况 再来第二件事情 贵州 贵州可以是中国 所谓的穷困省份里面 排上前几名的 它毕贵源竟然花了 600亿人民币 去打造这个商场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这从头到尾一定也是官商勾结 或者是地方政府 人谋不张的一个铁针针的一个案例存在 还有哪里出现问题呢 就是毕贵源 他自己的山东 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 他们已经被他们的供应商 或者是下游厂商 要求什么 冻结他的资产 最近有个案例 日造德瑞房地产 他就说 毕贵源欠我们钱 一直没有办法还 没有办法减轻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向法院申请 冻结他的一个相关的存款户 里面大概有3.8亿人民币 那现在法院也才一定可以执行 另外一个他不是唯一的 下面有提到就是说 连山东的毕贵源 他也是被他的客户要求 冻结他拧下的存款 大概7200万人民币 或等同相关资产 换句话说 现在毕贵源已经开始快要出现连环报 所以所有的债务人 所有就是他的供应商 或是客户 都担心收不到钱的情况之下 开始全面跟他追债 我看到一条幸福 我觉得不可思议是 有人去买了毕贵源的房子 我都还没有交屋 还没有交屋 居然刚刚讲 我不但是跟这个所谓的 贵州的这个公安局 要求这个电费 我还没有租进去 你就要我付电费 就代表 毕贵源连电费都付不起 然后要转嫁给他这些住户了 对啊 非常夸张 其实他这个一个弧姓的住户 他是买的是贵阳一号二期的 一个房子 一个建案 结果他就讲说 不是啊 根本还没交屋 为什么我还没住进去 也还没有交屋 为什么我就先收到电费啊 后来搞老半天就说 有可能是毕贵源 之前在新建里面 工程期间相关的电费 竟然有可能都没交 所以变成直接由 他们就是相关乘住 就是购买户 要来承接 你说新建的时候的宫店 都没有付 对 他们就说 整个里面全部 哈巴拉拉450户 然后全部大家算起来 竟然累积的账额金额 电费的金额 高达两三万人民币 电费源已经够惨了 对 先讲中国最大的恒大更惨 恒大现在多惨 刚刚讲 现在所有的外国证券持有户 全部都给他施压 施压干嘛 叫你清盘 对 都叫他清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恒大其实从大概去年下半年 应该是从去年六七月开始 有发生违约 尤其是海外的公司 在违约一个情况开始 不断的爆发 那一些投资人 手上这些 不是就变成废纸了吗 完全没有办法 回收这相关的资产 因此现在这些人 就要求清盘 就告诉他说 你现在相关的资产 还有什么 都希望来确保 他们这些未来债务 可以从恒大里面 要到一些相关的资产 否则的话 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 而且呢 从2022年的3月开始 中国恒大呢 他的股市交易 也一个停牌 所以呢 整个股市 从那时候停牌之后 而从2000年 2020年COVID-19开始 他的股价不断跌 不断跌 到他们2022年的3月 整个价钱 已经跌了超过九成多 所以现在呢 恒大有三个主要的高官 包括他们行政总裁 还有前财务长潘大荣 现在全部都被解值 但解值又怎么样 到底之前那些钱去哪里 而恒大未来的相关债务人 能不能取得 他们应有的一个债权 这个才是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议题 好 请问 现在中国很惨事 我现在的企业 被人家国外追债 可是我现在一带一路 给人家的钱 我又收不回来 那我的地方政府 又出现这种财务崩溃的状况吗 对 不只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也是一样 应该在去年的时候 整个中国财政收支 以及支出 基本上达到什么 中间八兆左右的这样一个债务 八兆左右什么概念呢 你知道 折合台币39兆左右 台湾一年的国家总预算 才两兆多 所以这代表说什么意思 中国它现在来讲的话 唯一几个省 它可能会状况比较好一点 它可能它的债务状况 可能OK一点 可以去支援其他省份 但是大部分来讲的话 将近25个省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的债务都非常夸张 所以你看到公安部门 政府部门 如果地方政府都付不出来 还有什么公车 如果人家公交车 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你知道这是政府要补缺的 这是基本福利 对 那民众如果连这种基本的交通 都受到影响来讲的话 民众当然会抗争 不过总的来说 主要的原因才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状况 在这几年被美国贸易战 一打下去之后 整个真的是有差别 真的有影响了 真的有影响 我觉得非常惊讶是 连北大方 这样子国家全力支持的 居然也撑不下去了 代表什么意思 国家已经撤资了 国家它没有办法支持你了 但子光来讲 你说号称 后面有国家在支持 或者说北大方 后面有国家支持 但是如果真的是国家支持的话 不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 那代表说 国家已经发现了一些事情 这些都在骗国家的钱 很多第一线都在骗国家的钱 就像那个所谓的 中国不是要发展芯片吗 发展半导体吗 很多也都在骗国家的钱 根本没法发展 所以当你中央也发现了这个事情 然后中央的财政收支 又发生影响的话 当然现在整个政策会一团乱 所以你说中国它的经济会救起来吗 我不认为 也不会崩溃 但是它就拖在那边 然后让大家很难受 然后到处的抗争游行 四处发生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然后习近平又要做维稳 所以整个两边的势力在拉扯 整个中国的内部的情绪 是非常复杂 这两天全世界 都被这个香港民员蔡天峰 这样的一个分寸案给吓坏了 吓坏了以后才发现 香港不但经济差 它现在的治安更差 它几乎是两天就有一个砍人案 那凯仁盖你刚刚讲 它根本的问题就是 经济太坏了 老百姓没钱了 宝杰哥这个真的是骗不了人 香港人最近真的很坏 心情特别坏 治安坏 经济坏 整个社会氛围都不好 今天这是骗不了人的 香港它就是一个港 它就是一个港 它必须要靠国际贸易 可是宝杰哥惨了 香港从这个COVID-19以后 它爬不起来了 香港它的2023年1月 上个月的这个对外的贸易 出口居然跌了36% 进口跌30% 进出口都跌 进出口都跌 那你怎么办呢 那就不行了 好那香港以前怎么 所以做出口生意也赔 不行 做进口生意也赔 也惨 那所以就完蛋了 那香港其实基本上 它整个亚洲 它不是全世界 它亚洲最惨 你看哦 对于日本 它直接下跌 50% 它本来卖去日本的东西 像一半日本不买了 台湾也一样 台湾跟香港那么近 台湾45%不买 新加坡45% 所以它出口到日本 到台湾到新加坡的 通通都是对半坎 所以整体亚洲跌了41.4% 所以简单讲三个字 经济差 经济一差以后呢 后续也看坏 为什么 因为呢 从COVID-19之后 香港原本你说经贸 金融 还有就是航运 我们讲我们要当亚太运中心 香港它很多都会飞啊 都经过香港去飞 但是宝洁哥你看哦 从这个香港跟新加坡 两个的韵量 粉红色是这个香港 蓝色是新加坡 它原本粉红色都比蓝色还高 对 香港的韵量 在这个COVID-19之前 都比这个新加坡还高的 但是呢 到了2020年的1月 也就是COVID-19一出现以后 全部跌下来 跌平之后 现在慢慢往上爬 蓝色爬上去了 新加坡 香港还卡在那边 还爬不上来 现在大家不要去香港了 现在大家经过新加坡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新加坡 真的 新加坡的整个恢复 这张图可以看出来 新加坡跟香港 以前都是比肩而行 比肩而行 你碰到COVID-19 当然都往下跌 往下跌了以后 你看新加坡回来了 香港还爬不回来 对 以前其实还是香港 赢新加坡 可是现在还被超过了 那这样子整个经济 一坏的情况之下以后 惨了 宝洁哥 过去我们都看电影 古惑仔 我看那个陈浩南 看了好几集 都是电影上面 才刚刚在那边砍人 现在的电影没有再拍了 路上每天在砍人 真假的 每天在砍人 两天就一次 一天就一次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怎么样 所以香港 现在两天一次砍人 你注意看 这个画面我看了好几次 到香港一个男子 他走路走到一半以后 一台车开过去 车上跑了六七个人下来 都是拿刀 直接拿到王身上砍 我们在古惑仔 拍电影 然后我告诉你 在画面一开始的时候 有个阿伯 就这样子走过去 他回头看了一下以后 你砍你的 我走我的 整个全部砍完 那个人已经奄奄一息 都不会动 而且宝洁哥 你注意看 这个画面 其实我们要特别处理一下 太残忍了 好 整个砍完他不会动了 你看画面右手边 阿嬷出来了 这个富人走过去 完全当没事 他也不惊讶 就这样离开了 当成日常 这是现在的香港 他根本没有任何 然后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样的情况 要去处理 那你数字来看 宝洁哥 整个香港的这个犯罪 他可以说是 增加了5000多的一年 那表示什么 表示一天只好多10件 对不对 一年365天 他多了5000多件 多十几件 每天多12、3000 然后呢 他基本上 他没有办法破案 破案率只有35% 那你不能破案就完蛋了 我今天尽量砍 10件里面 只有3000会破 另外7件 不破的话 那我就毛起来砍了 然后现在香港 整个自然差 差到什么情况之下 我跟你讲 刚刚看到那个是凶一个 路上直接砍人 还有很多是跳帮会的 我直接路上 这个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吓死人啊 去年10月是直接一台 这一个好像是大牛 蓝宝尖尼 在路上直接就被撞了 撞了也是下来砍 砍在路边 他没有把他砍死 你看就这画面 他直接是三台车 夾击这个跑车 为什么 因为跑车这个人 这个画面要处理 他从这个 这个新一安跑到义和去了 他直接跳帮会 你怎么可以跳帮会 我直接用判法处理 对 判帮我就处理 我小时候听到 判帮要三刀六眼的 所以 他就是砍他的手 他断他的脚跟手 然后呢 你看哦 这种状况之下 就去年10月 今年的元旦 直接在尖沙水 直接在KT里面唱歌的时候呢 四十几个人 这次电影里面才会有 小房间包箱四几个 拿刀拿棍出来砍 然后呢 有人报案警察来看 没事了 就离开 没有 他们都还在 后来在路上继续砍 所以呢 警察不处理 你就会让这个状况 一再的发生下去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你刚刚讲 在路边没有人看到 对吧 你说你在这个KTV 我告诉你 连警察 街头每天上演 所以你看到 那个阿嬷走过去 完全不当回事 就代表 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个好 大的这个砍人事件的话 是不是每天 但是呢 街头的斗殴跟犯罪事件 都会有 像这个 是一个麻 这个在油麻地 你看得出来 这是消机弯 这个老板是麻将馆的老板 他一下车以后 你看冲了六七台车以后 直接因为他是个死匠 停在那边跑不掉了 也是往他身上一直砍 可是呢 奇怪 他砍完之后 他人没有怎么样 他还爬起来 手上都是血 马上才去 这个进行处理 所以呢 光天化日砍人 已经不是一些事情 警察局对面的卖场 也一样直接砍 警察局对面 对 因为经济坏 他直接要抢他身上的项链 抢了以后呢 直接一个男 两个女的 在警察局面前抢东西 反正这个破案率 只有35% 警察局前面抢 警察署的前面也砍人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说 我看完之后 我想说香港怎么变成这样 以前是电影里面这样子 大家砍来砍去 自然史上没有这么多 可是最近的这一年 尤其是半年 香港从去年时到现在 几乎天天都有上瘾这个事件 而且大的那种 街头砍人事件呢 常常发生 因为经济坏 所以自然跟着 非常坏 我今天看到香港 他们今天试出这个画面 我把我吓死了 这么多人 这么多 他们说香港警察 跟警务的人员 在干嘛 那个是垃圾掩埋场 在这么大的垃圾掩埋场 要去找他的尸骨 而且你刚刚讲说 现在 再回到他那个点 为什么他去大埔 原来那个大埔 你进山 你也进海 你旁边就也进 这个垃圾掩埋场 所以 当我把你这个 所有都处理掉之后 该丢海的丢海 该丢山的丢山 该丢垃圾掩埋场的 他们都计划好了 对 这案子发生之后 大家一直在想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蔡天凤一个人 照顾你们 全家跟你说 欧益嘛 给你生活费 然后给你工作 然后让你去投资理财 全部都是他供应 但是呢 他只要卖房子的时候呢 哇 这个两三亿的事情之后 既然就动手了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其实龙埔村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新界东北堆田区 大概九公里 九公里 好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为什么要找 把这个大谱村 对大谱村 把他放成一个 分尸的一个现场 因为球哥之前 当警队的 在警队服务的时候 他是管这个地方 他非常的熟悉 他对新界很熟 对他对新界很熟 所以呢 你想想看吗 他是生气吗 然后呢 我觉得应该是预谋方案 在这边弄好之后呢 你知道吗 龙尾村这个地方 后面就是山 很多的地方呢 是没有开发的 但是呢 前面是海 你想想看 在他这个家里面 他准备了 爽口瓦斯路 来烹住他的遗体 然后分尸之后呢 你看哦 一个丢这边 一个丢那边 丢山上难找 丢大海也难找 所以刚刚讲 不是只有在房间里面 不是只有头颅 现在有些东西 就丢到了这个 刚刚讲的 新界东北堆田区 对这个地方呢 一天大概有 2500万吨的一个 一个垃圾量 你丢过去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 运气很好 当天找到垃圾车的时机 他说大概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仔细看哦 我们刚才那个画面 我们再看一次 你把它拉开之后呢 其实这些大白 他们在找的地方 也很大 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已经过了好多天了 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 他们现在挖了 3到5公尺 好 找到了部分的一个海骨 可是这海骨还要赖算哦 会不会是东吴的一个骨头 不一定是拆天凤的 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 他头颅找到了 在这个锅里面找到了 好 他的大腿也找到了 可是现在很重要的是 他的躯干呢 他的躯干跟双手呢 手上有指纹 所以其实他们一家四口 在筹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的重点就是说 我要让你永远的消失 所以他躯干不见了 到目前为止 所以他是把不同的东西 丢在不同地方 对 他的球哥呢 他都故意在这边 你前面有山 后面有山 前面有海 他只要把这东西 分散过去之后呢 你根本就找不到 他的一个真机制 而且呢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重点是 每天有不同的垃圾进去之后呢 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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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他会送去一个焚化场 因为这个地方要做早期的发电 当你烧完之后呢 什么都没了 所以蔡天凤妈妈的梦 非常重要 因为他妈妈第一时间讲 他在大埔 他妈妈从来没有去过大埔 他居然梦到很多次 说他女儿跟他讲 他在大埔 在一个猴子跟狗很多的地方 然后警方才赶快去这个地方 去这个地方 你说只要再晚了两天 不要再晚两天 晚一天 什么都没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讲 蔡天凤他家里非常的好 然后他的妈妈吴姐呢 其实在内地生意做得非常的大 你想想看 他们在加多利山 有住豪宅 怎么会跑到大埔这个地方呢 他说一辈子没有到过大埔这个地方 21号我们想说 其实他们家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21号不见的时候 他现在的老公Chris就有去报警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香港警队一定跟他讲说 你是成年人的 28岁会被拐骗吗 那你是不是自己吵架跑掉了 如果不是他们家的实力非常坚强的话 没有办法那么快来进行调查 一般人不会查这么快 根本你至少要失踪两天到三天嘛 好 那加上他妈妈梦到了一个梦 梦里面就说这边有猴子在叫 然后有很多的野狗在吠 到梦里面的话 直接跟他讲大谱两个字 所以说一般会经过48小时 我才会去认识的办 是因为他们家的底子非常的雄厚 所以香港警方才动得快 对 不然这个你要没有梦 你要不是你家的背景 这个难怪 难怪他的前公公这么笃地 对他前公公其实应该也是香港警队出来的 他应该知道说呢 只要拖过这48个小时 你想想看哦 当你找到的时候 其实他的尸骨已经被棚组过 该处理都处理了 都处理过他现在只差一部分 就是把他拿当成屠鱼 其实呢 你不要说他前面有三 后面有还什么的 只是他拿去赛事场里面 当成厨鱼 为什么要放这些青菜萝卜 他就把他弄成跟厨鱼一样 厨鱼的东西又黑又臭 大家都丢去给猪吃 没有人敢碰 没有人想碰 只要他这一关丢出去之后 就没了 就过关了 所以其他都处理了 对其他都处理也就过关了 所以呢其实真的是 把网会会输而不漏 如果没有他家的家事背景 警方马上 在西九龙 他们的实力也非常坚强 马上去查的话 没有他妈妈被托梦的话 其实我看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可能你知道他是一个刑案 但是呢 你没有这个尸骨 你到最后呢 也不一定定得了他的罪 而且刚刚讲的 今天很清楚 他就是在这个身上 现在看起来 这个女帮看起来 我就要跟你分手了 跟你分手 他们家不愿意放过他 而且在车上 而且进到隧道就犯案了 其实从1月的时候呢 他知道说要加多利山的豪宅 要卖了 然后呢这个蔡天峰 也去问了律师了 当天当时候呢 是建民登记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有机会是把这些卖房子的钱 这个将近2.6亿的台币 给拿回来的时候呢 就动了杀机 动了杀机之后呢 他决定你上车之后呢 你就不打算让他下车了 你就知道说呢 他不会让他活着下来 所以一路上的话 这一条路就是死亡之路 好 瑞德 这件事情真的太可怕了 难怪现在有15个国家 一堆的媒体 大幅的报道 事实上呢 那么今天呢 香港警方不是在垃圾场 要想尽办法要找出这个 蔡天峰其他的被分尸以后呢 那么给丢弃了相关的骨骸嘛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吓死了 你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我们台湾过去也发生过啊 为什么 还记不记得日本女大学生 井口真离子 对 她的头颅啊 那么惨遭分尸了以后呢 丢在这个所谓的垃圾车里面呢 后来丢到垃圾场 当时我们也曾经在垃圾场里面 想尽办法要找出来 但到今天都找不出来 那么还有 知道进到垃圾场 对 还有外界在传说 那么常常在这个 阴天下雨天的时候呢 会在垃圾场上面呢 看到一个 这个好像没有头颅的 这个等于说女师啊 在那个地方寻找 但这是江湖 这个都市传说啦 可问题就是 事实就是 在垃圾场里面 很难找的叫激赠 因为你想想看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往垃圾场一放 那不断地堆 不断地堆 不断地堆 那个量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 事实上是很不容易 听说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 那么香港的警方 有找到一些骨头 但不确定 是不是跟死者有关系 那你就知道 那个难度非常高啊 而且那么 我觉得 蔡天凤就是因为 他太过太过的善良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会这样做 会去这个等于说 分手后那么多年了 还去照顾前夫家的一家人 你知道今天香港警方指出 他的前夫 事实上这些年以来 竟然偷窃了七个人的 相关的财务 你知道偷了什么东西吗 今天有一个清单出来了 他在七个地方 偷窃了很多人的财务 包括39条项链 32条手链 6条吊萃 13条金条 跟102颗的金利 你就知道 那么已经照顾他 成这个样子了 连在逃亡的时候 都带了超过 50万港币以上 而且最令这个警方 五名去码头 逮捕他这个前夫 最不可思议的时候 他手上的金表 竟然超过新台币 400多万 还是用蔡天凤的钱 所购买的 你就知道 像这样子的前夫 像这样子的一个一家人 那么狼心狗肺 到这样的程度 人家照顾你们一家人 照顾到这样的程度 你竟然把他给杀害 还会失灭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